我有个问题 朱迪斯的女仆也参与厮杀了吗 为什么有女仆 碰了弗尼斯正在反抗 是两个女人联合起来 压制了她才砍下她的头的 你跟死者什么关系 但是我杀了她 是我杀了她 为什么杀了你丈夫张明哲 死了 死了 应该是山王王 然后全打了交替 她不是来抓我的 她是来杀我 警察你们知道吗 我这算是正当防徽 请问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 我是她女朋友 你刚才不关心她是怎么死的吗 是被她老婆周云也杀了对吧 你怎么知道她会去找周云亦 因为一张照片 如果不是我非要周云 你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吗 我在黑色的内心 对不起 要不跟你叫上车吧 不用了 死者生前有轻规的心脏病 在遭到低伏电击以后 没发了防征疾病 所以她在被刺死之前 就已经失去了反抗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真是在赵明哲 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之后 你再刺杀了她 那你就不是正当防御她的能力 她是故意杀人 我是故意杀了她 只要想到她的脸 都是会长相 所以这幅画画的并不是 朱迪斯斩杀赫洛夫妮斯 而是女画家自己斩杀的强奸犯 所以真理莱斯基画出的朱迪斯 有着更强的力量感 她把自己的痛苦和同情注入到画面 和画中的朱迪斯 拥有了同样的灵魂 就算我这张照片是处理过的 网上那么多照片 我怎么能保证 少女者会看到这次 有人可以保证 不停是谁 我们现在怀疑案发现场还有第三人 如果故意杀人 她会被判多少天 我说 罗队 罗队 她话中的女性 是共同抵抗邪恶势力的盟友 在她的眼中 女人 能理解 女人 能保护女人 我们杀了她 行 赶紧走 要不我去自首了 把我们说好了 快走 是我杀了她 但陆婷为什么和你说对不起 能不能不要再问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 没意义 因为是陆婷杀了招女人 你再替她顶嘴 不行 不行 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不是 需要吗 不是 我在黑色的女生 你是谁也不是爱 或是谁谁谁 你是谁 还是 Chen 看看 我变相愿 紧紧 紧紧